回到股東前朝進步的一個盤面題材觀察現場 歡迎請到的專家是資深分析師孫怡婷 坦克好 挺協和大家晚安 好 坦克今天大盤是 試圖在早盤的時候來進行指紋 不過盤過後卻是越走越弱 但部分呢還是由個股來進行表態 最近盤面當中 其實最吸引人氣的 還是搭上了漲價跟缺貨題材 其實有些漲價缺貨題材 在今年一整年 真的已經是飆非常高的一個漲幅了 那麼有沒有展望明年 繼續還有機會再炒缺貨題材呢 我有個表格整理出來給大家做關注 且2018年竟有法人整理出來 包含了像是幾塊的一個族群 看起來明年還是有一些缺貨的狀況 包含了Dran 因為製程轉換 上半年人安供不應求 NearFresh NoFresh部分 比較有機會先達到供需平衡 MCU的部分呢 最近歐洲半導體巨頭Enterpool 才發出了漲價通知 看起來明年呢 也已經是有蠢蠢欲動的味道 MOSFI矽晶圓導線價都是在明年上半年 目前看起來還是持續缺貨的 概念股在這個地方 今年我們看起來整體的一個漲價缺貨 輪動 從過去的記憶體到年末的時候 包含了MOSFI矽晶圓 再來呢 到被動原件 甚至最近很夯的一些題材 看起來都在吵一個缺貨 到底明年哪些缺真的缺假的 會繼續熱的你會怎麼抓 對 我們看呢 其實在這些環節底下呢 剛剛婷娟這個表格其實非常好 但重點是在於說我們往下看 像MOSFI像矽晶圓 還有像相關的這個Dran 還有MCU 你會發現其實都是跟什麼 跟這個相關的半導體的上游有關 所以說半導體的矽晶圓原料 缺貨的概念還是持續下去 那這裡在講這個 因為缺貨今天最熱 漲價題材 昨天漲誰 漲PA的達賣 3645的達賣 因為說整個PI 這個需求暢旺的結果 股價昨天衝高 今天在震盪 第二個族群就是漲所謂的鋁質電容 因為我們知道 其實鋁的價格往上走之後 像今天的話 凱美 或者是像智保 今天股價都是呈現一個漲停 但今天在講漲價之前 其實今天早上在看報紙的時候 有一則新聞 其實讓我們蠻難過的 我們來看 就是先前 他這邊我們在這個節目 有跟大家提到過 生技股 香港開放的 這個要讓你 去掛牌 他今天報紙寫出來說 寫 喜康 冠科 側櫃 法人擔心什麼 恐引爆下自嘲 他寫說 台灣對於生技科技的 關鍵人才不友善 IPO受阻 即使成功IPO 資本市場也給予過低的評價 那為什麼會難過 其實我們先前在11月下旬 在這個11點多的時段 跟大家提到過 就是小米把這個聯發科的高層 就是邀約去對面發展 我們只能說 這是一個又一個半導體的人才 去對岸發展 為什麼我說台灣人才 需要多一點鼓勵 很簡單 因為位置是有限的 公司總集體就一個 董事長就一個 高層就那麼幾個 那你沒有位置給他們 他們想要一展長財 沒有機會 這真的很可惜 所以真的台灣的人才 包括生技還是半導體 其實大家要先給他拍拍手 所以我們往下看 所以這裡我們重點是在哪裡 我們重點要開始看 生技股有機會 獲得更好的評價嗎 今天為什麼生技股很重要 我們來看浩鼎 浩鼎今天股價是怎樣 開始在漲 我們再看誰 再看綜藝 今天是不是在漲 為什麼 這個其實連動到 剛剛那一則訊息 如果台灣對你比較苛刻 台灣對你比較評價 比較低一點點 那是不是有更好的出入呢 朋友們 我們這裡來觀察 在12月18號的時候 我們提醒過大家 生技新藥的氣機 會不會在港股 港交所 因為人家的行政總裁出來說 新經濟新時代 香港歡迎你 這什麼意思 就是證交所董事長出來講話 歡迎全部的全球的人 來我們香港掛牌 為什麼 因為當年他們丟掉了誰 阿里巴巴 丟掉了誰 京東商城 他們很難過 就像說最大咖的 居然不在台灣掛牌 你會不會很難過 可能不會 因為你不是官員 所以這裡的體價 我們要觀察就是說 這個商機會不會造成什麼 浩鼎 綜藝這一種 雖然說先前 這股價漲幅的 溢價比較大一點 我們把時間拉長看 先前真的漲了一大段 真的上面可能有一些朋友們 因此而比較套在高檔 但是人家還是有技術的 還是有一定的研究能力 只是說可能不一定馬上就會出來 所以這個地方你會看到 股價在這邊被壓抑住 我們要說有沒有可能 為什麼今天會漲 把港股的消息連動起來之後 有沒有可能說 台灣就說再見 然後我們去香港 這個要繼續觀察 今天的話其實有兩個主線 剛剛討論到了整個漲價 其實你發現 最近的盤面有兩個主軸 第一個是本益比的概念 評價在調整 剛剛提到 如果香港給予生計股 比較好的評價 號鼎終於要不要掛過去 這可以思考 現在變成說台積電的評價 再往下修 因為台積電的本益比 一直到18倍就衝不上去 過去這十幾年 過去這快要十年來 18倍就會被打下來 大力光的話 先前漲到30倍 但現在被快速下修 所以這裡你會發現 現在擔心的是什麼 第一個評價下修之外 我還擔心另外一件事情 什麼意思 就是平概股的波動性降低 我們來看紅海 2317的紅海 你看K線 把K線打出來看最近這幾天 其實沒什麼波動 你有沒有發現 我們再看像3673的TPK K線打出來看有沒有波動 沒有啦 都在橫盤 再看6456的GIS 有沒有波動 也是在橫盤 再看誰 再看這個3406玉金光 你有沒有發現 還在跌 這在跌 這比較辛苦一點 所以這整個環節底下 你有沒有發現 當大力光台積電的本益比 被下修 當平概股的波動性降低的時候 台股其實這些資金是要出來的 這些錢要跑到別的地方 什麼地方 就是漲價題材 所以還有一些新的題材 像我們先前跟大家提到 iPhone X用的LCP高頻天線 LCP這種天線 或者是蘋果的無線耳機 AirPods要推第二代 這在明年都會是一個新的題材 為什麼天線很重要 因為以後5G就要用這個天線 所以我們往下看 所以這裡的話一些個股 先前漲了一波 現在震盪 這個環節 大概整理一兩個禮拜之後 大家還要持續追蹤 像加聯益 就是LCP天線的 先前投信買在前面 買在10月 漲了一波之後現在震盪 今天為什麼會拉回 今天就是因為 先前不是傳出來說 力訊可能要入股 然後後來發現說 好像不是這麼一回事 好像合作方式 不是跟大家想的一樣 有些失望性賣壓出來 但是整理之後還是有機會 但是看耀環也是一樣 耀環是什麼 就是AirPods的第二軟板 AirPods的PCB 投信最近買股價也在震盪 所以這個區塊來講的話 其實這兩個題材 還要延續下去 只是說這裡變成中小型股 把一些沒有波動的股票的錢 吸過來 像昨天我們在11點提到的 這個6449的玉邦 我們來看K線 其實今天就往上走 為什麼我們提到說 是因為投信在凱位 所以這裡該怎麼看 還是回到漲價題材 我們往下走 第一個是什麼PCB 被動人家剛剛講過 PCB大家不要忘記 你看波籤布波籤沙 1815的富橋 今天是股價盤中 創波段高 所以它研究起來的話 你看昨天的達賣也是往上走 所以這裡其實延續著 整個PCB的概念 我們要觀察 我們往下看 所以這部分我們要追蹤 像這個8039的台虹 因為它是在做 軟性銅箔基板的部分 達賣是它的上游 但是達賣隨著它上游漲價之後 它也開始調漲了5到15% 重點是在哪裡 重點是在於 12月22號明天 明天要開一個法說會 所以這裡為什麼 投信會在低檔開始買進 所以這部分我們可以做觀察 後續是不是有機會 隨著整個漲價潮持續下去 好 非常感謝坦克 我們帶來在目前牌面當中的 掌握跟觀眾